这是一道送分体 我们都知道 在TF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旗帜僵尸又被称为大法师僵尸 可以把前方四格的植物往自己方向吸 并造成持续伤害 大把前方的植物全部换成窝瓜 大法师旗帜僵尸能否拯救代夫 A能拯救代夫 B不能拯救代夫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A 大法师旗帜僵尸能拯救代夫 第二题 基础题 有粉丝说 在TF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投篮僵尸经过两年半的练习后 能秒杀一切植物 那我们放置最强防御植物高坚果 投篮僵尸的篮球能否秒杀高坚果 A能秒杀 B不能秒杀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投篮僵尸的篮球能秒杀高坚果 只不过它太虚了 只能投出三个篮球 一三题 一错题 我们都知道 在TF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矿工僵尸在地下挖到镜头后 会在第三点五格钻出来后 换行直走 那在矿工僵尸快到镜头时 用若磁坚果吸走稿子 会发生什么 A矿工僵尸立刻出现在第三点五格 B矿工僵尸出土后 换行向右前进 C矿工僵尸出土向左前进 D矿工僵尸出土后 换行向左前进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C矿工僵尸出土向左前进 第四题 附加题 众所周知 在TF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全息卷心菜能投出随机子弹 有粉丝说 全息卷心菜能投出游戏里的全部子弹 请问这句话是否正确 A正确 B错误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 这句话错误 全息卷心菜 无法投出玉米炮 第五题 附加题 在TF版植物大战僵尸中 极寒豌豆的原型是寒冰射手 那它在TF版有什么效果 A减速僵尸 B减速僵尸 并造成单体冰冻效果 C减速僵尸 并造成单体冰冻效果 有概率就退僵尸 请看完整视频 正确答案选择 B 极寒豌豆能减速僵尸 并造成单体冰冻效果 还有10%概率射出冰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